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集营会节目啊 今天老爷继续给大家开箱啊 开箱因为上次已经家访过了 这次要做开箱 开箱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开布尔的硬盘播放器 那有很多朋友说 老爷你上次不是已经播过一期 开布尔Q10 Plus的开箱节目了吗 这怎么要播 这次老爷带来的可是不同反响的 标价7999的开布尔旗舰 Q70的一代天胶 号称Hi-Fi级的高清播放器 下面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尽容 和上次一样也是双层包装 双层包装的好处就是在运输途中 可以减免绝大部分的运输风险 然后这个机器已经拆出来了 整个说是高清播放器人家 第一反应叫盒子 盒子感觉好像很小 其实我手势里这个机器的尺寸 已经和普通的Op203也好 先锋的500也好 差不多的尺寸 标准的叠击尺寸 拎在手里啊 分量也是十足 整个机器呢已经打开来了 看一下整个外观 它是用的是 还是很上次一样 它是用的航空铝 拉丝的表面 然后看上去它也不容易脏 也不容易显旧 然后整个机器看上去呢 比上次Q70来说 老爷觉得呢 你不能说它看上去就一定是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但是整个机器看上去啊 大气了很 然后看一下前面板 前面板最主要 它这样翻盖翻下来以后 最大区别 它现在的前面板的这一块 LED的液晶屏会大一些 然后呢是两个硬盘仓 这两个硬盘仓 最高可以支持到14T的硬盘 可以放在里面 没问题 然后它硬盘放在里面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选择 多少时间的休眠 它有四大选择 休眠 10分钟 30分钟和60分钟 机器的开关呢 也是隐藏在这个翻版后面 然后有两个USB2.0的接口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在前驱接外置的一些设备 或者说你想给手机充下电 也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哎呦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部分 后面部分 首先这里是一个硬开关啊 这里就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然后这是电源插座 这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有两对输出口 上面是RCE的输出口 下面是XLR 也就是俗称的平衡输出口 那这个就是和上一代的 我们上一次说的 10 Plus它就有了一个区别 10呢 它是不带XLR的接口 那也是因为成本限制的问题 那么这两对输出口 因为首先老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机器它不仅仅是一个 看电影的硬盘盒子 你不能简简单单的把它 当作一个硬盘播放器来看 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功能强大的 可以做HIFI的一个DAC解码器来处理 这样就是通过DAC解码以后 无论是RC和XLR都可以直接输出到你的功换上面 当中部分就是很清楚很简单 它这一个是光纤一个是同轴 这个是普通的模拟的一个视频输出 然后这是IR的硬的一个接口 这个我们跳过待会儿说 这个USB我们待会儿说 然后这是两个USB3.0 3.0都是放在后面的 高速的USB3.0的两个接口 当然你可以除了在前面放硬盘以后 你在后面也可以接硬盘做 再来放其他你喜欢的电影 这个是网线接口 然后它也是一个音画分离的设计 是两个HDMI的输出口 两个HDMI输出口 一个它是主画面的输出 这另外一个辅助的HDMI输出 它是仅仅是输出1.4的 这样一个音频的格式 不输出画面 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 RS232的一个中控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台Cable Q70 可以无缝接入到你的智能系统当中 前面我们讲到这个USB口 老爷说了特地要把这个USB口 单独拿出来说一说 为什么要说一说 之前老爷说过 整个这台Cable Q70 它不仅仅是一台 你拿来看电影的一个硬盘播放器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台 足料的旗舰的 Hi-Fi的DAC解码池 整个机器呢 老爷大致先跟大家讲一下 它是用了64位的A55的芯片 然后呢传统一样的4级的内存 DDR4的内存 还有32级的闪穿 安卓9.0的系统 然后呢最最主要的 它用到的这个DAC解码芯片呢 是现在业界最高标准的 ESS9068 大家玩电子产品人可能就对这块芯片是比较熟悉的 它这块ESS9068跟AKM4499一样是最新的 也是最顶级的这个解码芯片 硬素质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这里接上你的解码进去 不管你是多少的高清的硬能过去啊 它可以硬解成DSD512 PCM768完全完全是没有任何压力可言 然后开宝呢对整个机器它是非常有信心 它的广告语号称是一代添焦 音美化觉 那么音美化觉声音和画面呢是肯定是要分开了 声音画面怎么分开来 怎么能保证互相不干扰呢 这个开宝机器里面 它是用了两个环形的变压器 一个呢是专门为模拟的音频这一块供电 还有一个呢是专门为数字电路来供电 这样两块音音源的电源部分呢是互相不干扰的 然后也用了很多发烧机的运放等等 所以在电源部分呢完全是保证的很纯净不受到任何干扰 还有一个呢它是跟这个Q10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老爷要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数字输出数字输出大家都说0101为什么会有区别 它会发射接着抖动 那么我们这台Q70里面呢放了两块时钟的金正 分别是对444.1K赫兹和48K赫兹背拼采样进行管理 然后保证你的音频的输出更加精准 既然说到它是一个号称是旗舰级的这样一个HIFI级别的DAC的一个解码 那么所有的细节部分都不能妥协 我们的大家知道音响这个避震也是重中之重 所以呢Q70呢4个避震角也是做的非常考究 最最重要啊 它底部啊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风扇是给两个硬盘来降温用的 它的风扇可以有适当的分速选择 待会我们在菜单里就可以看到 整个包装箱里面除了主机以外呢 还有一个黄色的盒子 大家就知道这个黄色盒子里面肯定放的都是辅件啊 我把辅件打开来大家看一下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根据我的经验呢也无非是那老几样啊 说明书 遥控器 电源线 随机奋松一根HDMI线啊 当然你有更好的更发射的HDMI线也可以不用 嗯 还有两根蓝牙和WiFi的天线 这个蓝牙WiFi的天线后面的螺丝孔 我们前面在拍后部的时候已经看到 就把它拧上去就OK了 因为整个这个硬盘播放器的售价也是高达7999元 所以这么高达上的机器 我呢老A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找一套能够配得上这台播放器的系统给大家用一下 那现在看到我这个环境大家熟悉老A的朋友们粉丝们观众们都已经很熟悉 肯定是我的好友啊杨先生海明的家里 呃他的系统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他用的投影机是JVC的宙斯 然后他的主箱是静浪的乌托邦麦斯通二代 然后他的中置呢 现在因为他的中置换了一个 现在是用的日本高丘的旗舰的一个中置 然后12个环绕天空6个地面6个啊 12个环绕都是Reveal的W990 然后是把搭加上BAT的后继分别驱动 然后他现在前几部分呢是用到了Channel的24声道的一个前几 然后下面呢我就把这台机器插上他的系统 然后今天作为系统对比的播放其实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OP205的英国签名摩改版 大家到时候看一下声音和画面有什么差别 现在这个CAPIRO Q70呢它号称支持最大支持到14T的硬盘 那么我们现在拿一个大容量的硬盘来试一下 这样杨先生手上有块12TB的硬盘我们的装上去 待会呢就是测试这里硬盘里面的硬化文件 现在我们已经把Q70呢接到系统上 然后呢灯眼都关了 我们呢简单的看一下他的菜单啊 首先他已经检测到外部设备就是说 我们的快12T的硬盘它已经认出来了 它已经认出来了 那我先取消掉 因为我们先要看一下菜单它取消掉 首先啊选一下中文简体 然后下一步 下面这个屏幕缩放 因为上次Q10的机器已经介绍过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就下一步了 然后就是一个时区的设置 时区设置我也 这个比较简单我就不看了 然后这个网络的设置我们也把它跳过 蓝牙我也跳过啊 蓝牙也跳过 然后就是有一个输出的模式 那么它也可以跟根据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老手的话你就选专家模式 如果是说普通的话你选个向导模式 我们先看一下专家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给你一个分辨率的选择 根据你的投影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分辨率 然后呢 呃HDI模式呢 这里要说一下 因为这个呃我们这一款 Cabro的Q70 它最高可以支持到最新的HDI 10的这样一个格式 另外呢 它还支持这个 这个Doobivision的一个 呃格式 这个格式也不是现在 不是呃很多的播放器都是不能支持的 这里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播放 播放的设备来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选择 呃另外说一下这一款 呃我们的这一款这个Cabro的Q70啊 呃它支持Doobivision的Row 呃NCity这样一个格式 它就是可以让你在每一帧的画面 根据不同的场景 它自动调节它的亮度啊对比度 这样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就是呃根据你的播放的视频来匹配一下你的呃 帧速率和分辨率 最后就是一个音频输出啊 音频输出因为它当中有呃带有这个DC的解码 所以呢大家仔细看一下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 初步设置已经结束了 下面呢我们来进行一个使用 所有的设施呢已经完毕了 下面呢给大家播放两段啊 其实是一段啊同样的片段 分别是用OPPO205音线版和我们今天的主角 Cabro Q70两个播放器播放同样的片段 大家来看一看猜一猜 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猜一猜 哪一段是哪一个播放器来播放的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留言啊 老一会不久给公布答案 那一个咖啡上 我呀最错 带头来 记得花点飞光 近公园之间分享不多 又去接空气里的呼吸 就要评论区 ginger encontra profile vermete 前面 哪怕是混争上在我的空气 只知不曾你别会披动自信 我闭着奇迹望所起快乐之力 绝了呼吸了你都到你一气 寂寞我见到自你 我 contar今天 你不知道 我 cle福 被吻开玩笑 converted啊 我今天来养成了 你们げ们 这样的话 我叻声 我的父子 但也許 只怕還想不成那後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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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你突然唱著我的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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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緊憶感覺都沒有 連著我 視你了 問在順便知 如荒 我問著你還抱歐吸這樣口 你哪怕是混陣上再放冰後的影 只知不親你別為冰凍之死 我為長期期望所起快樂之命 全瞭呼吸也未得到你一體 記憶中還原來無時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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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著你遇上消失最好天地 直到我解憶的黑色 發獨 perspective 你之類我哭 catch 我等到你一面 愛著空氣 Zither Harp 我也在座 大藤女 幾度快點飛過 近公園之間 分享得多 也許沾氣裡的呼吸 對你跳過 今天我願意接近你呼吸 可否一吻合去暗默 前面鼓勵太多 卻未能靜止 笑話 我吻著你動的呼吸 或是一口氣 哪怕是穩真上載 我的空氣 痴痴不差你 別會霹凍至少 我閉上遺憾 所起快樂之力 絕了呼吸 讓你得到你一氣 記憶中空 前面 從心裏 你究竟 300 那些人 阿 求说音 偷问的有几个 问过爱之间 想差几个 没有去 只怕再想要不成那后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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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你突然穿着我的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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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间你感觉到我 连着我是你我 吻在顺便前如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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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着你总抱负这一口 我无论你哪怕是混沌上枝梦的空气 只知不知你必会冰冻至少 我为着你记忆放缩起快乐之命 全了呼吸也没得到你 因你 几秒再可见到前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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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着你遇尽消失最好天地 直到哪个也没合适 只我 尋念你的爱着空气